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,自打建立起来的几百年时间里,前前后后共有多位皇帝再次执政,可以说在历史上是权力和奢华的象征,在现代,故宫不仅是我们探究考古的重要载体之一,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旅游圣地,可以说每个人都想看看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容貌,也是我们去到北京旅游的必选地之一, 可是在对整个故宫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故宫的屋顶上没有鸟类在上面拉屎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难道天子脚下? 皇城圣地,就连鸟类也畏惧紫禁城的风水吗?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故宫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了,总面积达到了十五万平方米,就连房间都有八千七百多间, 不过就算是有那么长时间的历史了,故宫的光芒却依旧掩饰不住,世界上其他的建筑,不管是多么辉煌,都有可能会有鸟史,那些鸟可不会在乎是不是建筑艺术,所以在经年累月之下,建筑就非常容易有积累起来的鸟史, 在鸟史刚刚落下的时候,还是比较好清理的,但是要是时间久了的话,那些鸟史的难清理程度,那是成绩和倍数增加, 而故宫在建设的时候,自然也是考虑了这个问题,毕竟故宫是作为皇城存在的,在古代的社会之中, 只要和皇家沾边的,不管是吃穿用住,哪一个不是精致的,所以皇宫也算是皇家的脸面,要是屋顶上总是一片片的鸟史,那看起来像什么样子, 后来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个方法,那就是在屋顶上多上点心,我们国家南北的差异还是挺大的,天气自然也是,也为降水的原因, 所以南方屋顶的倾斜程度要比北方屋顶的倾斜程度要大一些的,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排水, 而北方的雨水相对于南方来说,要少上很多,所以北方的屋顶的倾斜程度要缓一些, 不过北方有些地区的坡度也是高的,因为北方的冬天会下雪,倾斜程度高的话,是能够让积雪更好滑落的, 而故宫所考虑的有这一点,也不只是这一点,更大的倾斜角度会让一些鸟类无法驻足, 不过这也不是万能的方法,还是有不少的鸟可以站在故宫的屋顶上的,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又在材质上进行改进,故宫屋顶的瓦片,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建筑, 屋顶的瓦片都是那种鱼林形状的青瓦,但是故宫瓦的造价相对来说更高一些, 因为故宫的瓦是琉璃瓦,琉璃瓦的制作方式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, 想要制作琉璃瓦,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优质的矿石,就这还得筛选一下, 在筛选过后会将那些优质矿石粉碎掉,随后需要高温高压烧至形成, 而制作好的琉璃瓦具有众多优点,也为其光滑的程度,绝对是有所保证的, 所以在防水性上则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,除此之外, 琉璃瓦的结实程度也超过了一般的瓦片太多了, 而且在阳光长时间的照射之下,琉璃瓦的颜色也是不变的, 在明清的时候,人们对琉璃瓦有了更高的要求, 不仅是在材质和品质上的要求,就连颜色也更胜以往, 不仅有黄色的,还有蓝色,青色,黑色,绿色等颜色, 而故宫作为当时皇帝所居住的地方, 那自然是要样样精致,因为工程量太大, 所以当时烧制琉璃瓦的官窑就搬到了城外边了, 当时烧制出来的琉璃瓦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, 在敲的时候是要有声音的, 其断面也是不能够出现一些小的孔洞的, 颜色和质地上也得上乘, 在当时人们自然是会用心制作的, 毕竟要是做得不好,追究起来, 可能还真的是要脑袋的, 所以现在的人总是说, 古代的东西耐用,主要还是因为九族严选了, 要是不小心,可能会诸连自己的九族, 在这样威慑之下, 那些匠人自然是不敢掉以轻心了, 有的时候为了能够明确划分责任, 当时发明了一种方法, 在做一种东西的时候, 是谁做的, 就在自己做的东西上留下自己的专属印记, 这样的话, 谁做的问题出来来是, 那就谁承担责任, 所以当时有不少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的, 故宫的屋顶在安上琉璃瓦之后, 果然变得十分漂亮, 由于琉璃瓦的材质非常光滑, 所以这又减少了一部分的鸟类, 站在故宫的屋顶上, 在阳光下的琉璃瓦, 也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,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 一些鸟类可能会感到害怕, 因为鸟类和人类是不一样的, 鸟类对光源是非常敏感的, 如果反射的光很刺眼的话, 会给鸟带来很大的影响, 鸟本来就是一种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, 所以在琉璃瓦的反射之下, 鸟也会选择敬而远之, 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可能会提出不一样的说法了, 有的鸟不是会边飞边拉吗?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的? 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, 这就体现了琉璃瓦的另一个功能了, 就算是鸟屎落在屋顶了, 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了, 也是会顺着雨水留下一部分的, 当然, 这虽然能少很多的鸟屎,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鸟屎, 还残留在故宫的屋顶上, 这就体现了人的重要性的, 我们的国家是非常注重古建筑的保养的, 所以很多的古建筑都会有专人维护, 故宫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颗明珠, 自然也是受到了保护的, 故宫的种种本身就是人们热议的本身, 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故宫的屋顶没有鸟类停留的话题, 曾经一度引发网友和众多科考界人士的广泛讨论, 在2020年10月21日, 人民正写网发布的一篇文章中, 可以看到大家讨论的重点和各自的看法, 有一种说法是偏向于建筑学的, 主张于故宫的建筑在建立之初,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问题, 所以在建设时, 就已经将这一条件作为重点去着重看待, 所以故宫屋顶是导致鸟类没有办法站立, 从而没有办法排泄在此的重点原因, 这个说法也是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之一, 从屋顶的角度和屋顶材质的选择上入手, 难道真的是琉璃瓦的原因, 才导致鸟类没有办法在故宫的房脊上停留排泄吗? 可是有一位网友看到并不买账, 他也有着自己看法和思考, 他的说法让人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, 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, 直接拿出视频便真伪, 视频中有鸟类在故宫屋顶上站立停留的景象, 这位网友则主张, 由于故宫的房屋设计较高, 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场所建得更是高大, 达到了几十米的高度, 这样一来, 就算真的有鸟类在上面排泄, 我们肉眼也是不好看出来的, 这两个观点到底哪种说法才够权威可靠呢? 确实没有正规的史料记载, 关于建立屋顶使用琉璃瓦材质是防止鸟类在此栖息的方法, 但是关于鸟类和其他动物, 琉璃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光, 这种情况是有一定可能限制到鸟类的停留, 故宫主要的在建立之时, 就是为了凸显出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财富, 而黄色这一颜色也是可以突出皇室的权贵, 所以选用黄色琉璃瓦去作为故宫建筑的顶瓦, 不仅可以显得有钱有权, 还能保护屋顶不会因为长期的风吹日晒而漏雨的情况, 一位历史建筑保护系的老师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, 这个观点新奇但让人觉得深入思考之下还是更加符合逻辑的, 故宫的房顶也通常会出现长草的情况, 那么高的高度没有鸟类的排泄物加值, 确实很难有草长出来, 而鸟类的习性导致其排泄物也是众多植物的散播方式之一, 所以这样结合起来是不是更加的契合与贴切了呢? 古宫的建筑确实是堪称高, 大, 上的存在, 其中的建筑也是古代人智慧和科学的完美融合, 但是关于鸟类不在屋顶拉屎这一传言, 很多说法都是一些离奇的猜想和编造, 并不符合事实逻辑, 很多有关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也有表示, 紫禁城的保养也是庞大的工程之一, 除了得天独厚建筑学加上老祖宗智慧, 每年故宫的保养也是不容小觑的, 例如屋顶拔草, 墙体修复, 地面修复, 等等是每年都要做的养护维修工作, 而除了这些之外, 像风瓜日晒, 大自然的循环降解, 也会让鸟类的排泄物没有那么明显, 尤其是动辄十几米, 几十米的高度, 在好的势力, 想要看到一小坨鸟时也是挺吃力的, 关于故宫的历史,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东西, 在2023年4月7日, 七一网就发布了一篇简短文字加上一张照片, 文字虽不多, 但是简短有力, 两个罪字, 也体现了紫禁城的地位和研究价值, 故宫是我国现存历史上最大, 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, 早在1987年, 故宫就已经被世界文化遗产所选中, 实在是实至名归,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, 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历史深度和文明宽度, 来承载赋予我们的荣誉, 故宫, 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宫殿建筑群, 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与文化, 每一次踏入其中, 都能带给我们深深的感悟, 踏入这里, 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, 眼前的一砖一瓦, 一草一木, 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, 故宫的建筑艺术也令人叹为观止, 漫步在故宫的石板路上, 也似乎能感受到岁月的沉淀, 如今, 它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, 向后人展示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, 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, 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古代的生活, 艺术和思想, 它让我们铭记历史, 珍惜当下, 激励我们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。